前日系畫面雖然無情罵黑 但可以看到機車大燈 騎士直直撞進民宅 接著就變成這副慘狀 富人倒在碎片中意識還算清楚 但他的機車倒在一旁 民宅鐵卷門凹陷 救人員到場先將富人台上擔駕送醫 只不過他騎車撞進民宅 還不是自己家 屋主半夜聽到巨大聲 想跑出來看差點沒暈倒 一下樓自家鐵卷門被撞毀 還有富人連人帶車摔倒在地上 才不忍睹的畫面 讓他嚇得趕緊報警 這班在高雄八日凌晨兩點 多一名富人騎車 不知道怎麼騎的 就這樣橫衝直撞撞進民宅 自己還受傷送醫 警方對他做酒冊沒有酒精反應 說法是說他不清楚怎麼撞進去的 我們研判是說可能是精神不濟或身體不適這樣 富人驚雲未定跟警方表示 當下怎麼撞的他已經完全記不得 整個人看起來已經嚇壞 富人疑似精神不濟 騎車撞民宅 引起附近住戶們議論紛紛 確切的肇事原因 警方持續追查中 記者蔡雙及吳國珍高雄報導